为期十天的2017首届中国维琪大会 在内蒙古厄尔多斯的阴京霍洛基 圆满落下帷幕 2017年既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又是中国维琪协会成立55周年 在中国维琪之乡厄尔多斯 举办首届中国维琪大会 为内蒙古自治区70周年 和中国维琪协会55周年庆献立 此次大会是国家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办 由国家棋牌管理中心最新创办 大会共有约5000人参赛 比赛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堪称一次全民维琪嘉年华 中国首届维琪大会 我觉得是开创了一个先河 这次不是以职业棋手作为主角 而是以全国的业余的这样的棋手作为主角 我们要把竞技围琪职业棋手的围琪 跟我们全民的围琪要把它融合在一起 深入融合在一起 把围琪的文化在全国人民中 在千家万户中普及推广开来 我们想来做一个这样的尝试 所以这次围琪大会应该说 这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把围琪呢 更多的引入到我们这个边疆少数名字地区呢 我觉得它的意义呢非常深远 通过我们围琪协会的这种工作吧 让更多边疆的少数名字的孩子 热爱上围琪 让他们涉意终生了 首届中国全民围琪团体锦标赛 就吸引了28支队伍前来参赛 这次的参赛团队 从不同年龄段各选一名棋手 再加上一名女棋手 真正做到了覆盖面广 参与度广 使大众能够共同享受围琪带来的快乐 我叫高紫渊是甘肃队的 我的职业是做室内设计 然后这次来参加围琪大会非常高兴 因为小周下围琪中间间断了有16-17年 重新回到围琪下快乐围琪 觉得非常非常快乐 比小周更快乐 我是胡宇清 这次代表上海队来参加这次中国围琪大会 我现在下的是一个全民围琪团体锦标赛 应该说基本上各地的业余好手都来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 至于台湾这个赛场也很适合 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围琪的推广和普及 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 近年来在全国业余大赛中鲜有建树的四川成都队 在最后一轮逆袭夺冠出乎大家的意料 其中第四台正律王龙林 在接受采访时还略带紧张羞涩 但在棋盘上可是攻击迅猛 一路全胜战果辉煌 我叫龙林是来自四川的 我平时是在做环保工作的 参加围琪大会很荣幸 我就祝四川队雄起 经过三天紧张激烈的比赛 最终四川成都队夺得2017首届中国全民围琪团体锦标赛冠军 除了首届中国全民围琪团体锦标赛 首届百城群英会 围琪大会还创办了九路齐王赛 儿童齐王赛 首届中国计算机围琪公开赛 人机大战 马拉松围琪赛 啤酒围琪赛等 项目达18项之多 这些项目改变了传统赛事形式枯燥单一的弊端 迎合了不同爱好不同需求的齐迷 使齐迷通过更有趣的方式去学习围琪 理解围琪爱上围琪 此次围琪大会的勇敢尝试显然是值得肯定的 围琪不仅仅只有竞技围琪一个方向 要竞技和娱乐相结合 才能走得更长更远 更加吸引齐迷和回馈齐迷 使全民围琪 竞技围琪 围琪文化 围琪产业 围琪外交 全方位带动运转 找准方向一路前行 围琪的未来不可估量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文准论道 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渠比较特别 是一盘人工智能的对局 对阵的双方分别是 AlphaGo 锂和AlphaGo Zera Zera也就是Alpha源 是最新横空出世的非常厉害的 最新一代的人工智能 那么来为大家做讲解的 今天是周贺阳九段 周老师您好 您好 各位旗友大家好 其实我们对Zera都挺 因为就觉得它挺神秘的 心想它这个怎么是凭三天 能够到达这么高的水平 而且它究竟到达了什么样的水平 我相信很多旗友 可能也看过它的一些对局的旗谱 我们今天特地挑了一盘它的旗谱 来给大家细细地研究一下 好的 好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棋局吧 这盘其实由AlphaGo利 就是跟李适时下的那个版本 直黑先行的 对 这个也是这个AlphaGo的第一代的版本 战胜李适时这个版本是第一代的 然后呢是应该说Alpha源 应该是第三代了 第三代了 那么第二代是谁呢 应该是那个科节下的那个版本 叫Master那个版本 也就是在网上跟我们下了60比0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只是第二代版本 现在是我们说这个三天这个超越了这个 应该前两代的这个是最新的这个版本 是就Alpha源嘛 嗯 现在呢他们等于是 因为现在公布的这个旗谱呢 应该是第一代的和这个和它的这个 我们今天要摆的应该是第一代和第三代的这个旗谱 这让我们人类觉得有点望尘莫及啊 这简直是因为它第二代就是Master那个版本 已经完美的碾压了我们 我们根本就连一盘都赢不着 对 那这个Zera这个版本就更不用提了 感觉 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强大之处究竟在哪吧 嗯 它这个黑旗呢 我们就按照它的这个旗谱的这个方向摆了 按理说 正常来说我们人类的布局 黑旗的第一手是应该在右上角的 对应该是在右上角 因为它是这么下 所以我们尊重它原来的旗谱 好的 嗯 那个是走的 这个是黑旗是第一代 嗯 白旗是这个最新的一代 第三代 就是Alpha元 也就是AlphaGo Zera 嗯 其实尖顶 对 是的 这个尖顶 虽然我们人类棋手啊 还是那个 也曾经下过 但是呢 这个在这个Alpha元 它这个 应该是 现在就已经 我看了一下它的对局啊 就是公布的旗谱呢 已经是大量的采用这个尖了 没错 那看来人类以后也会大量的采用这个尖顶 以后一挂脚呢 就都会去尖顶一下 是 这个尖顶呢 应该说是 它 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可以大 这个把这个脚地啊 最大限度能围住 嗯 它是应该是有这样的企图 当然现在是新位尖之后呢 肯定是会留有点三三的 这个鱼味 嗯 但是呢 这个它也是 马上就是尖顶了 嗯 这还是在之前的起步 还是比较 少见的 因为尤其刚开局 不会马上尖顶 对 这个AlphaGo Zero 它最新公布的有80多局 这个是我们挑的第二局 它头三局呢 一开始的布局都是这样下的 下一手这个白棋也是走这儿的 对 然后黑棋下一手才有不同的下法 对 这盘棋呢 我们是选的是 它是三间高架 还有架在这儿的是吧 第一局是 第一局是架在 就是他们的这个训练棋谱 第一局是架在这儿的 就是第一代和第三代的那个 他们应该是削压了100局 嗯 最后的结果呢 是很震惊的 是三代是100比0 战胜了一代 连一盘都赢不了 对 这个 这个结果确实让人有点震惊 就我觉得应该差距 肯定不止两个字 如果两个字的差距的话 应该一百盘 至少能赢个一盘 用下 反正是 能赢个几盘吧 对 要是要按中国这个 不是按以前古代的那个 升降级的那种算法的话 那都不知道被降到 但是电脑呢 它确实如果它有可能 技术比它领先的话 它有可能确实是很难 它发挥稳定 它不会受情感的影响 是 我看了一下这个阿尔法 这个就是第一代 我们就假如说叫阿法里 它是选的二件高架 然后三件高架 这个前三局是这么选的三盘 是不太就是它选了 但是最终呢 都是被这个阿尔法元呢 给碾压了 对没错 但是呢 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 这个人工智能和普通电脑 还是有点区别的 就是它还是会想选择一个什么呢 就是梳了一盘之后 它是会有一些策略上的改变 不是说像我们 每盘都一样是吧 对 不是说像我们那种玩电脑游戏啊 那种感觉 它就 你出现这招呢 它下次还是这招 以前的最早的一些那个 简单的这种电脑围棋程序 也是这样 你只要这招管用的话 永远都管用 它还是那招 但是呢 你能看出这个人工智能 这个它还是有一些改变 对 它是这盘其实它是走在这里 三肩高架 第一盘是走在这 看了一下 然后它是走到这里 大跳 然后 尖顶 尖顶 长 然后这是小跳 小跳 然后下一步也很有意思 是走到这里 这是 这是第一盘的那个对局 我觉得它的棋子的位置都很有 很有内涵 我只能说 非常有内涵 因为这个飞完了之后 这个显然有靠下去 它就瞄着靠的 对 这边呢 好像 这边它应该是瞄着打路 是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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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法沟的棋啊 我们 这个职业棋手 是基本上是猜不到的 我觉得很值得学习 这样位置的招法 包括这个 刚开局 马上就坚定 这个真的是 都是打破场 我们看它这个 这第二盘 这是三间高架 现在 现在下一步呢 这个白棋也是下得非常出乎意料 对对对 它下了一个五路坚冲 五路坚冲 这步棋就是 应该说坚冲最早给我们这个 人类棋手 那个比较震撼的就是 这个阿法里 就是阿法沟一代 是对你事实的 对对对 第二 它是走了 当然它那盘棋是黑棋 没错 没错 但另外一个点呢 它是 它是这边 这边好像是这样 是吧 这样走的那个坚冲 然后这边是那个 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拖 是脱退 对就是坚顶的 但它这边是脱退 它这边是脱退的一个下巴 然后它坚冲 但是另外一个 它这个是二 这个这地方 对对对 就是拆二的 所以这个当时坚冲呢 是有点那个吃惊 但是还是可以 可以接受 还可以接受 这盘棋呢 它是 这个阿法圆呢 是更厉害 这是等于 间隔是三路 它竟然依然去坚冲 这个确实是 还是比较震撼的 对 坚冲一个 不这个坚冲 后来我就仔细的 因为今天要来讲棋嘛 所以仔细的摆了摆 这盘棋之后 觉得这个坚冲 好像作为黑棋一方 确实挺难硬的 我不知道接下来 黑棋应该怎么硬 是贴起来 还是爬 如果说你不走的话 被人家贴下来 还是挺厉害的 对 确实 我不得不承认 这个阿法圆 确实很强啊 它应该是 肯定是 电脑 它应该是这么想 它应该是想飞压 但是呢 它怕人家冲断 它现在就怕冲断 应该就怕冲断 这个 它这个地方 已经给我们告诉我 它是不能飞压的 这样的黑子 太多了 如果形成激战 还是比较难以处理 作为这个 如果我们是 这个人类棋手的话 会想在这边猜衣 对 尤其它这个 夹得很松 松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猜衣 是很好的位置 但是从它这盘棋的 这个落点来看 它是 它是没有考虑过 这个猜衣的 它猜衣的话 黑棋大概会尖起来吗 对 有可能尖 当然有可能尖这个 这都有 就尖这个也可以 它如果飞进去 然后在上面 再照一个 刺一下 这样也是可以 比如这样 在谈的这个 这也是一个 可以下的一个选择 能看出来 这个阿尔法源 还是对这个下法 不是很满意 所以它是走了 是走的是 它走了这个 走的这个 这个大家初一看见 肯定会很吃惊 但是如果这种起谱 以后 我们只要是 在起谱上 或电脑上一看 这肯定是 应该不是我们人类 其中下出来的 不知道以后 会不会有人模仿 应该会有人模仿 以前我们好像说 这三路坚冲 像这种离间隔挺远的 都觉得挺亏的 现在你别说 它四路 它也是坚冲 对 看来这种 还是大胆地突破了 我们人类的一些 这个观念 它这个有了坚冲 这个坚硬的紫之后 再飞压 它就不怕它撑断了 是这个意思吗 至少它是这样的一个策略 它是希望 它肯定还是想飞压 它对飞压是最紧凑的 是的 然后它希望这边借劲 我们看它接下来 它是实战之神 它是趴了一个 外界跳 跳呢 下得还是非常 还是非常 这个 这两步下完之后 还是感觉 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它下部这个虎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的点 这马上就要活下去 你要不走的话 另外一个 这个飞压 已经是越来越 这个 这个越来越 马上成立了 对 这个再冲断 就没有可能性了 因为人家这都有帮手了 在这 对 确实是这样 所以它这个下完之后 这个马上就 产生了这两个好点 反击飞压 只能爬了 这现在肯定是不能冲断 对 它爬完了 它也不是往前吵的 它是往回贴的 对 这个贴也还是 对我们来说 还是很出乎意料 对 一般来说 我觉得大多数 其实还是想走这个 想立这个 单长是吧 单长这个 想保留一下 现在反正也不怕它冲 它冲了就挡 打我就了不起 这个是明显 黑机是不能冲的 这不是什么好奇 你翻打都是没有用的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我猜测它大概是怕人家尖 怕它尖这个 这样你再挤的话 它有可能是立下来 立下来 这样它觉得 这个脚地活得很扎实 脚地活得扎实一些 所以白旗这里呢 还欠一个断点 所以将来即使你这个能打吃 这打吃反正它 了不起我就脱先嘛 也没什么 最主要它这个你不走 它这马上有一个断 然后呢 这个你走呢 它这样 它觉得那个利比 那个好一些 所以它实际是贴回来 但这个贴呢 确实应该说是 对人类来说 也是挺难想到的一步 它贴这个 但是现在如果说 黑器要联络的话 虎在这儿 这也很不舒服 反正连 如果虎的话 假如说虎 虎的话它会顶一下 然后再虎 这很难受 我晓得这打完了有个利 而且你现在 如果这个扳进来的话 它应该是会连扳 这个黑的不好走 你如果粘回去 它上面再走 对 你如果 你又不能吃这个 如果你粘 这个总之 这个已经很难搬 反正我这个 好像上面也被便宜一下 然后底下被便宜了 上面还被打吃一下 这左右都被便宜了 对 这个可以从这个贴看出来 这个人工智能 这个还是计算上 还是非常 就是这种特别简 简洁的这个计算上 还是非常准确的 对 它让你很难受 是的 本来我们说 它这个在死活题上 好像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 但是一些简单的手机 还有计算 就是特别直接的那种计算 我觉得还是挺强的 没错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就是 这人工智能 也是各个国家 都层出不穷了 但是很多地方呢 都是好像对死活的 这个判断有问题 或者是对死活的计算 也有一些问题 但是 而法 不管哪个版本 我觉得好像都已经过关了 对 实际上黑棋呢 黑棋长了一个 不太满意 那个下巴 它是选择长角 白棋是长这个 这样呢 黑棋呢 还 加成这样的局面 我认为还是白棋 可以接受 白棋比较满意 没错 因为接下来 这黑棋两边呢 已经无法联络了 当然它不一定会要联上 但是白棋的形状很完整 刚才是小飞挂脚 三肩高加的形状 就黑棋有个帮手在这 那么 现在的这个控已经被分开了 然后再加上白棋呢 自己走得还挺厚的 作为白棋来说 毫无不满嘛 应该说 因为它还是很成功的 把它这个黑棋上面的阵势 给分割开来 而且自己的气型很好 对 是的 下一步黑棋也是必然长出来 长一个 白棋是虎下来 这样呢 这个脚上呢 这个黑棋是显得非常局促了 这个情况 是的 黑棋可以做活 你说你要 你要补一个呢 是能活 不补呢 也没死 也不是说你就死了 但是比较难受 就是说你让人家再走的话 你就会活得很 很委屈 是 有点被欺负的感觉 假如说要走一个呢 又有点心有不甘 好像 因为尖的话 它这个挡应该还是有先手为道 还有点 交上 那如果再补的话 这确实有点难受 就是油能还得搬 那大约还是别走这个 由于补的话 直接搬一个 单弯一个 这样是火器 这样呢 应该是正常的一个分寸 可以去补一个 这个地方我觉得 我觉得职业棋手几乎 都会补一个 这个地方 这个脚好像太大了吧 这个没有这种 弃脚的这种感觉 但是下一步棋 应该还是非常反映了 这个 这个 电脑围棋的这种 这种思维 它是脱先了 它觉得比较难受 它干脆脱先 活得不舒服 确实是 它直接挂脚 挂在这 挂一个 但是说实在 是我这个 像这样的棋脱先 我是挺难理解的 这个毕竟那个脚 活完之后呢 因为这个白棋 还是有点 就是毕竟没有活 比如说你活完之后 刚才 这样呢 你要白棋不走的话 我以后再飞工过来 你这个还是有 有危险的 对对对 对白棋有一些压力 所以这个不单单 是自己活棋 当然活的是 有点难受了 实战呢 这个黑棋不走呢 白棋肯定是要 继续攻击 在人工智能的下法当中 他们就很多 我们都觉得 必须要活的棋 他们都气掉了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 我们跟他们的差距 之所在 因为我们无法判断 这边的得失 就是说这里两手棋 能不能跟这边的 这个木树相抵消 这个布局的时候 这么空旷 能判断得清吗 有点难 但是其实这也没吃干净 白棋肯定来要活 它弯一个布也能 是 能勉强逃出去 这样的 它这个 如果白棋爬这个角 爬这个角 黑棋可以跳回去 就是说这个 当然这个味道 是有点不太好 活得不太舒服 确实是 两个一跳 这就是冲 可以再冲一下 气也是有点紧 黑棋 确实很难受 就是说活着 这样冲呢 白的黑的可以挡住 但是白棋打了尝出来 味道还是 黑棋不太好 一会儿可能 可以先手扳到 肯定是可以先手扳到 所以他不愿意 他不想这么活 他既然脱先了 他就没有准备再活 我就不打算活了 是吧 应该是 我对他的理解是这样的 但是往往这个 他的下的法是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 索性就脱先了 也不走了 在这大飞 大飞 大飞也是 但是这步棋还是下得非常漂亮的一步棋 当然这步棋呢 这个应该说在职业棋手的比赛中呢 也是出现过 对对对 但一般好像我们比较普通的想法是在这 对对 普通想法 在这儿白棋 应该会跳 跳一个 这样呢就是以后黑棋尖一个 比较舒服 尖一个的话 白棋是可以沾上 也可以团这个 这两个下法 就是团住的话 这个可以缝 它这个点 但是它也可以搬粘一下 是 沾上的话 这个也可以点了搬过去 对 这样 这个下法都有 当然刚才你说的这个扎钉也是 也是可以的 扎钉 但是这个木树确实有点 这样 这样也是比较一个常见的下法 当然这步棋呢 不是说是 应该说是人类棋手 应该是最先下的 这个棋 不是他创新棋下出来的 这曾经是有人下过的 对不起 这个现在白棋不能靠下来吧 靠下来肯定是不能 我尝 尝一个 结上 结上 我这个 是不是可以冲了跳 冲了再一跳 这好像白棋有点花了 就外面两个断点 无法坚固了 看起来 黑棋脚上已经 跳到33之后 你跟它杀气 你肯定是有点不利了 因为毕竟这边黑棋子力太多了 这有的那边有的 比较容易想到是 虎在这 虎在这 就上当了 它就退回来 然后发现 然后它再点 这样它比刚才这个棋性要好 这有点惨 所以这个棋 本来就是说 你也不能尖 尖的话 它这样点 所以它走在这里 就是引诱白棋虎 所以说 这部棋还是挺厉害的一部棋 值得很多棋友学习 大费 是吧 确实 白棋下一步 这部棋我觉得还是非常耳目以心的感觉 很忍耐 我觉得 因为以前都是走在这儿的 我偏多 就是对待这部棋 是走在这里偏多 那么这样好像也护住了 然后脚上也算封住了 这部呢会 一般来说 我们下完的话 会觉得有点委屈 对对对 是这意思 像我想很多棋友 应该见过这样的棋型 这个让子棋的时候 飞这个 然后当时老师说 要肩在这儿 就是挂 然后跳 它挂住 不走的时候 有黑机飞 一肩三三 这个还是经常 会看到的一个棋型 是不是这一棋 就肩顶一下亏了 那肯定的 那你这个两部肩顶是很亏 对 但是呢 这个棋 这个棋 它是当然在这儿 它是在这儿 所以它走在这里呢 是低感上 是会觉得有些委屈 但是呢 这个阿法源呢 是觉得没有关系 对 它觉得这是棋型 仔细的 我这个品味了一下 觉得好像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对对对 因为它呢 这个棋 走在这里的话 它有可能会担心 黑棋以后这种肩顶 难受 你如果长呢 这个上面有尖了袜的大截 对 你走别的 它这个头是软的 嗯 所以呢 它觉得走的事是可以的 这个棋型将来 将来这个你不走呢 它以后还有靠下来 如果你不走的话 因为你现在有了三三了 它现在长出来重断就不成立了 对 假如说黑棋要钉掉的话 嗯 交换掉之后的话 那白棋是不是有飞了 爬出去的着法 是 是有这样的下法 对 另外你钉掉 反正是上 你这还是很薄的 有薄的 很薄的那种 所以说 黑棋确实是可以先不用钉 因为靠 靠的话呢 它已经吃得有点小了 也没关系 以后黑棋 对以后可以煎 当然你可以先脱线啊 这种棋 对 不着急 但以后这一煎呢 这个棋 它吃得非常小 你利的话 这首先又可以挖了作结 另外挖粘的话 它也吃得很小 并不着急 所以这两个交换呢 应该说还是黑棋 获得便宜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这个棋 白棋感觉 从全局上 应该是更加主动一些 因为这个地方 黑棋 本来是黑棋的一个大脚啊 对 现在已经是处于一种 濒临死亡的这种境地了 再加一个就死了 对对对 这边呢 只是说 白棋稍微 那个 有点难受 但是并不伤 整个全局的 那个影响 是的 现在黑棋挂脚了 黑棋挂脚了 这个这步棋 应该是还比较容易想到 因为现在是 肯定是怕白棋 从这边逼了 对对对 这个逼一个比较大 但下面一步 下面一步 应该说是 我想是所有的 这个职业棋手 如果第一次下这盘棋的话 所有的职业棋手 都不会选择 对对对 绝对不会这么下的 我觉得普通吧 人家挂脚 我就想着 我先飞一个 对对对 实在你想进取一点 你比如说加进去 或者之类的 比如说加在这 那有可能 是不否认 有这种可能性 对对 或者 应该是 几乎是 我觉得这个局面 几乎是 所有棋手 都会选择飞这个 加进去呢 这个 力量复飞 特别特别大的人才会 一般是不太会的 所以一般都会选择飞进去 如果他再走呢 然后 我想一般是这样的 比较容易想的 然后再 比如说白棋 尖也可以 不尖的话 再从这边挂过来 当然挂这边也可以考虑啊 这是两个 就是白棋 比较容易想到的 这个异想图 但实战呢 这个 这个阿尔法 圆啊 下的这一步棋啊 应该说是 应该是 突破了所有棋手的思维了 我想有可能 连他的这个 第一代 这个阿尔法里啊 有可能也没有想到 我觉得 他这样的棋 他直接点三三 居然 对 虽然说点三三 我们现在很常见了 但是这种局面下 点三三 我还是认为 无法理解 确实是 因为这个棋 我们想的话 如果想公这个字 几乎都是从这挂架 对 点三三真的是 尤其这边还欠个双封宴 这个棋 确实是很 很难想象 但是呢 我发现啊 就是他的阿尔法 这个狗呢 第二代 比如说阿尔法 马斯特 还有这个阿尔法元呢 他们好像对双飞线 不是很害怕 另外一个呢 他们特别喜欢点脚 哦 是这样 就是说你挂的时候 他经常脱线 对对对 他们不怕双飞线 然后点三三出现的频率 在Master那一版本 就出现特别多了 对对对 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 今天我们讲的 这个黑棋呢 是第一代 第一代呢 他没有出现点三三 所以他有可能 第一代碰到这个点三三 有可能 他不太适应 也是一脸的懵啊 对不起 所以说这个点三三 确实是非常大的 另外一个 他这个双飞线 其实我们 像我学起的时候 觉得点这个双飞线 相当于占一个空角 哦 就是跟一个空角 是一个概念 哦 但是你看 现在他们这个 阿尔法狗的这个棋部 他这个双飞线 是一点都不害怕 他觉得你双飞线 你就双飞线吧 对对对 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是 所以这个棋呢 是点在这里 黑棋下部档 这个 这个挡在这边 确实 黑棋现在是有点面临选择 我觉得黑棋 现在挡在这边 还是比较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这边是空的 怎么样啊 这时候我觉得 飞一个比较好 现在是有很多个下法 比如说单拖吧 就 如果单拖呢 黑棋有可能会搬下来 你顶我长 就是如果现在这样下 因为现在这个下法 还是比较成熟了 这边好像有一个子了 现在如果这样下白棋 是不是就战斗不太有力 对对对对 现在如果像这样是 白棋应该是比较勉强的 白棋应该这个时候 应该会顶吧 顶了班 顶了班是吧 然后这时候黑棋 走个双飞线 我觉得这个配置 黑棋挺好的 对 如果我们 我们如果能预想的话 会觉得这样黑棋呢 还是整个配合 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我觉得它应该是 因为它是黑棋 是Alpha这个第一代 Alpha够粒 第一代 它这个第一代呢 它是对这个下法 应该也是不太了解 所以它呢 应该被它一点 应该 因为这个 我们说这个Alpha狗呢 是第一代呢 它是学了我们 很多人类的技巧 对对对 这个Alpha 当然没有 对这个Alpha元呢 它等于是 是自学成才 对对对 是完全是 自己和自己 对弈了 是上百万 上千万的对局 然后三天达到了 这个最高水平 所以这个还是 这个很厉害 确实 这个黑棋呢 它实战是挡了这边 那么接下来 这一棋会如何进行呢 就我们给大家 留点悬念吧 这一代 白棋可能会爬出来 但爬出来之后 会怎么样 然后会怎么操作 大家可以接下来 想一想这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 是由Alpha狗利 对阵Alpha狗ゼラ 我们来看看 这个强大的ゼラ 是怎么取得胜利的 现在呢 刚刚点了个33 然后我们都很吃惊的33 确实是 因为在这种局面下 一般来说 是不太容易想到 会直接点33的 刚才我觉得 周老师那个变化图不错 挡那边 挡这边 我也觉得赞成这个 从整体的配合来说 这个子反正是高位 它也不怕它怎么样 对 这边而且还漏风 另外一个我们说 它这个毕竟没有 这个在这小飞一个 这个双飞燕 还是非常诱人的 没错 没错 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以人类的角度来 这个观点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Zero 它是怎么想的 这是实战黑气势 挡到这边 白棋怕 它直接就爬掉了 对 它有的时候经常会 就是第三下 它不爬 可能保留一会儿 然后过一会儿再爬 对 它这般起爬掉 还是很有 很有必然性的 因为它下一步是准备打路的 它下一步是打路在这里 白棋打路了 如果说这个时候 如果它没有爬掉这一下 这个黑棋有可能 现在会拐一个 这样你 它是 它就直接拐了 对 拐的话 你必须得半战 对 让它在虎 这个 这个电脑好像 从来不半战这一下 几乎是 那人家拐 它又不半战 对 所以说它这个 如果它怕你拐的话 它就怕你这个 就是 它就先爬掉了 对 除非你 它不怕你管 那你 那个就可以保护 对 所以它这盘棋 如果直接打路的话 它是应该是怕黑棋 拐在这里 这个下法呢 这样呢 应该它是不是觉得 这个半战 这个地方 黑棋虎之后太厚 另外这个有可能是 它觉得这个定时是 黑棋明显好 没错 所以说它是 多爬了一下 对 这个地方 我觉得很多棋友 要学习这个 人工智能的下法的话 首先它是特别不喜欢 半战这个 这个基本上 它能不半战 它就不半战 实在被逼的没法了 它再半战 它为什么不想半战呢 因为它这个棋 它点脚之后 经常是对黑棋 这块棋准备攻击 没错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 这个人类棋手 就是人家点脚之后呢 我们这肯定是 理所当然会觉得是后事 但是这个 这个阿尔法狗下完之后 它经常是要 是瞄着这种点 然后准备攻击 黑棋这块棋 这个还是非常 非常一个大胆的下法 对 我们看它接下来的下法 黑棋飞一个 这还是算比较普通的 想法吧 对 但是白棋接下来 这个小肩 可能大家就不太容易想到了 这个肩看起来特别坚实 对 另外一个呢 它就是 下部这个点呢 也是 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好点 这个棋呢 总之 它好像一点到这个棋 它就觉得这个点 成功了一半的感觉 而且我总看到白棋的这样的招法 我有一种感觉 他白棋是把自己当后事下 他不是把黑棋当后事下 他觉得他很坚实 当然这个背景是因为白棋这边厚了 所以他在那里的招法 他可以下的坚实一些 还不是急于求成去做活啊 或者是什么的 总之这个阿尔法狗的 那个对这种判断的地方呢 非常独树一只 我们以往呢 会觉得我们人类其中呢 在判断力上会比这个人工智能要强 但自从这个阿尔法狗出现之后呢 我们觉得好像这个 我们最强的这个地方 好像渐渐的已经是 明显是不如电脑了 对 就是这个地方就特别明显 以前我们这个想当人会觉得是后事 但是现在呢 他就告诉我们 这这个勇气啊 不是后事 没错 就这个意思 我们继续看 黑气双飞燕 白气是压在这边 这个还算是符合人类的 这个观点的压强不压弱 这边好像黑气强一些 因为他有一个硬头 是 反正电脑 我看他们是这个阿尔法狗 是几乎是不怕双飞燕 对 反正你挂一个 他经常性妥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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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气下一步是尖 他盯了一下 盯了一下 这样是尖这个是吧 小尖 这个从这部棋呢 能看出来这个就是说 这个第一代呢 是这个阿尔法狗 这个或者阿尔法李啊 他是对我们 因为他他的那个成长呢 是先学起了人类的大力量 没错没错 从这部棋就能看出来 他在学了人类棋谱的那种痕迹 因为这种棋呢 是像我学起那时候 经常老师就说 这不是一步好棋 哦 肩在这儿 肩在这儿 或飞 这都有 总之这两部棋呢 都是我们人类棋手的痕迹 对 我记得定势 这不是肩在这儿的吗 也有 也有 这都有 就是这个也有 嗯 我怎么看着白旗 好像阿尔法狗杰拉 他就不太害怕 对 他觉得你冲呢 反正我长就死了 我也不硬挡你啊 那你冲不断我的话 我这个断点就基本不存在 反正我的头现在在外面 我的脚呢 我也不着急在那儿活起 头在外面 我反正你一时半会儿 攻不着我 我就去抢大的去了 对 他实战就是这么下的 实战他是脱先了 然后他是点了 这个点是 这个形状的一个关键点 这个地方 一旦一点了之后 确实黑旗的形状 显得有点局促 没错 黑旗只有粘住 嗯 然后他靠了一个 一开始看到这部尖的时候 大家可能有所猜测 他会不会靠了 就是为了度过 靠段显然是 黑旗可以把你整掉的 对 他就靠了一下 他就是为了从底下打锅 打锅之后 底下又有木 然后自己就全部连通了 这还是挺大的 嗯 应该说靠呢 这个还是一个防守型的下发 嗯 总之呢 这个 这个电脑的旗 确实很难猜 他打入进来呢 我是感觉他还是 想要攻击他 想攻击黑旗 但这个又下呢 是一种防守型的下发 嗯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他也是随时在判断 随时在那个 在那个转换啊 随时他自己 有自己的估分的一些值 在变化 嗯 飞旗呢 应该说是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像这样 飞旗现在是反击 是没法反击了 只有这个 打通了 对 黑旗虽然说提了一朵花 但是 这个后市将来能发挥多少 这是个疑问 嗯 黑旗应该说这边 现在是非常非常后市 对 嗯 然后呢 应该如果从我们 这个职业旗所判断来说呢 应该是黑旗后的局面 对 白旗呢 应该还是属于地多的局面 因为这个花儿旗呢 现在如果这个脚死了 明显是白旗的地上 要领先很多 没错 当然黑旗现在是有 还是留有一个 活旗的一个 那个下法 嗯 另外一个这个地方的 定局的 这个 怎么定型 怎么定型 将是这个全局的一个焦点 嗯 这我觉得好像是 拿他没什么招 我想来想去 也想不出一个 应该怎么攻击 白旗这四个子 虽然说他看起来 要眼没眼 还有个冲断的那种感觉 嗯 但你不能 不能直接冲断他呀 嗯 你再去脚上 再去破他眼 又显得太缓了 对 如果在外面下呢 你也没有拿他什么招 因为他的头 这个他的 白旗的头特别硬 是 黑旗相对来说比较软 他实战是病了一个 嗯 病了一个 嗯 这个病一个 确实有点太冷静了 看他的招 他已经在这儿 白旗已经拖了好几个线了 挂脚就拖了一线了 然后小尖又拖了一线了 然后现在又拖了一个 这个病一个确实太冷静了 我觉得这时候 这个这个病反正是我是绝对下不出来的医生 一般来想法还是想先跳进去 先把他赶出来 哦 先破眼 先破眼 把他赶出来 嗯 当然 当然 病是怕人家打路嘛 这个这个地方 似乎也不是太怕 不太确定 因为毕竟这个还是很薄的 总之这个病一个 我只能说 呃 我们如果是一个职业起手下的话 会说 怎么评价呢 就是说这个人的功力非常深厚 哈哈哈哈 然后靠后半盘慢慢的把那个后味发挥出来 是这意思 是是是 嗯 这个棋 总的来说还是显得有点缓 对 是有点 还是跳进来显得更加主动一些 嗯 所以我虽然我冲断不了你 但是我瞄着你这个落定 是 另外一个我这个没有冲断 我这个也不能算很薄的一个棋型 嗯 总之这个棋下的非常稳健 这让我想起了就是 之前 日本棋手就比较本格派的那种 像滕泽修行老先生 他比较强调后味的那种下方 是 啊 这地方呢 就局部 黑棋多了两手棋 现在比起来 但是呢 白棋好像这个处理 看起来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他先靠了 靠了一个 啊 黑棋在家 嗯 加进来 对 他大概是当时没有跳呢 是觉得你靠也不成立 我靠可以马上加一 是这意思 嗯 然后白棋走了这个 哈哈 这个好 这部棋也是 我想也是所有棋手 是猜不到的一手棋 这个太难猜了 这部棋真的是 嗯 如果从解说的角度来说 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哈哈哈哈 没关系 他反正是 你冲不断我吗 我先往外跑一个吗 至于跑在哪里 这个悬点就是 呃 怎么说呢 这有点天马行空 这个悬点 感觉是很有诗意的一手棋 这个 这个新一代的这个阿尔法 员呢 应该说除了下棋之外呢 感觉还会做诗的这种感觉 这部棋 确实黑棋 嗯 也不好处理 黑棋好像挺难 因为他这现在 因为现在呢 白棋这个霜呢 是明显是一部先手 嗯 这棋如果不走的话 黑棋 呃 在一起 在一起 他一接上 这一粒下去 这一粒 他度不过了 嗯 这个是一个出名的手机 二二一加就行了 对 这有一加 这个地方 很多棋有需要注意 这个地方是黑棋是不行的 对 对 嗯 这个只要是硬头的话 这个棋形是 黑棋就 就等于死到里头了 那如果说摆上 这个双跟黑棋交换一下的话 那这部棋还是能想得到的吗 对 如果这样的话 那走在这儿不是还算比较普通吗 是 但是一般来说 会觉得 那个 你比如说 这个这个阿法李啊 这个第一代 这个阿法狗 他会先双掉再走 嗯 但是最新一代呢 他这个就不走这一下 他不交换 他保留着 对 那个电脑 尤其跟那个李适时代 这个第一代版本 你感觉到 他所有的变化 能先走掉的都先走掉 就有冲的先冲 就先冲掉 嗯 他主要是 呃 把变化走掉之后 对于他的计算的量 缩小了很多 对对对 他很多地方 他明明是一个结材 他就把他先铺掉 胆子非常大 因为这个骑行啊 不怕他冲断 对对对 那个落点非常多 首先呢 我们说 这样黑旗冲断的话 白旗也是很 感觉也是非常危险的 当然黑旗下手 跑一点难受 如果贴的话 翻一下 后船 白旗再挤回来 嗯 这样呢 黑旗大概是不能断 如果断的话 白旗可以打了冲过去 他这样打了冲过去 这样黑旗那边也没活进 嗯 这样这个黑旗的断念太多 不太行 白旗这块旗倒不怕死 反正脚上有一个眼 嗯 然后这只要做一个先手眼就行了 嗯 现在应该是白旗要把它冲断之后 要跟他杀气了 哦 但是这样呢 黑旗再从这个 这样吧 拐出来 拐出来这样呢 这两个就是可以把它切断 嗯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 白旗啊 这个下法呢 它是马上就要形成一场短兵相接 嗯 从他实战的这种角度来说 他似乎是不怕 跟黑旗强行作战的 他不 如果说白旗柔软一点 他冲的时候 黑旗猴冲断的时候 他拐到外面怎么样 嗯 那效果不是 那还是冲掉吧 这样这个效果不好 哦 觉得黑旗还不错 对对对 把这个子割下来 对 那你这个飞就没有意义了 对 就是说他飞的话 你要冲掉 他是准备要跟他正面作战的 嗯 所以这个电脑的旗很难猜 有的时候 你看他很柔软 有的时候又很强硬 你真的是很难猜 就是感觉 你要真看一盘旗谱的话 你会感觉像是两个人瞎子 但是你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强硬 什么时候柔软 嗯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黑旗呢 这盘旗也是 这个地方也是表现得比较柔软 贴了一个 顶住 顶住 然后跳 跳这个 白旗也不不连 他在这靠 对 扳 然后顶 顶住 嗯 长 把这个打掉 是 长头 这个应该这一圈下的呢 白旗还是下得非常漂亮 尤其这个靠了顶 他最主要 本来我们是觉得这个旗 白旗很薄的 嗯 但通过这几步棋交换之后呢 白旗下步棋是非常厉害 是打入进来的 对 嗯 这步棋是非常厉害 确实 他处理的挺漂亮的 我觉得这 这一带好像黑旗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是 因为现在黑旗不能尖了 他有了这个拔了之后呢 黑旗尖是白旗是完全不怕 他可以贴上来 这样黑旗是不行的 对 这个呢 就刚才我们说的 他这个已经下得非常厚了 结果这个地方依然被白旗 这个地方 你打在这个地方 黑旗很难处理 嗯 实际上呢 他是拖着 拖着一个 然后白旗挖 白旗挖一个 这个挖一个也是好手筋 嗯 这个地方还是反映了 这个电脑的这个计算力 对 我觉得他这个处理 这个都是需要计算的 就局部基本上也没有 啊 也不需要你判断或者选择 就是怎么样把旗处理好 但是我们棋手的话 会觉得这个地方 应该是黑旗挺厚的 但是怎么下下的 这这期白旗开始反映了 这期确实很出乎意料 所以他一开始双飞燕 他不怕 也是有道理的 确实 对 那肯定是对于将来的这个处理啊 非常有自信的 嗯 然后白旗这地方是先手走了两个之后 他靠了一个在这 长 然后又贴了一下 嗯 黑旗只有吃 对 这样看起来已经好像处理的很不错了 对 嗯 这个地方 我觉得下到这个贴之后呢 这个旗 黑旗已经属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了 对 这个旗 说实在 我我很难想象啊 这个旗 黑旗 它是 嗯 退的 这个如果是 如果是旗手下的话 我会这个 搬起来是吧 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说 这个旗 应该是应该要搬起来 因为搬起来之后 这个断点会非常厉害 对 如果白旗一般般的话会怕它唬 它唬的话 我这一吃非常舒服 嗯 那你 你沾上是吧 假如说沾上吧 沾上 我再沾上 嗯 这样这个和这个 健合 嗯 这样呢 那个黑旗呢 就是逼迫白旗这补了 如果它补 你在过去也没什么可怕的 这应该是非常普通的想法 就是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单肠 单肠 就是说 这个呢 就是它觉得这样被人家唬下来 计算上是 它觉得不行 嗯 但是从这个地方 可以看出来 这个 这个阿尔法狗这个李啊 这个就是明显比这个新的一代 这个阿尔法元呢 从大局的角度来说 是明显要差 差上那么 那么 水平的 对吧 我觉得好像从前面这个局部来说 黑旗就已经 略显吃亏了 在这一代 嗯 嗯 但是后面没觉得白旗下的 特别出色好像 但是 哦 这一代这个扣完了度过啊 还有整体的这个局面的处理啊 这一代的这个姑旗的处理 都非常漂亮 确实 嗯 我们继续看啊 嗯 然后它下部开始发力了 挖这个 嗯 嗯 沾上 长一个 然后它现在走的是 啊 它先把这个断掉了 断掉了 是吧 断掉它弯了一下 弯了一下 沾上 沾上 然后和贴交换 然后它贴 嗯 然后再挖的那个 对 然后挖沾 挖沾之后白旗长 它断 断 开始发力 开始跳下 嗯 然后黑旗是 这个 这个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本来它跳下 我以为它总会做活的 对对对 结果它不活了 这个地方确实超出了 有点匪夷所思 确实 它搬了一个 是 那白旗这里计算非常清晰 它先冲掉 嗯 否则黑旗街上的话 气会差很多 这个搬确实是 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在这里 嗯 这个肯定是应该继续做活 冲了挡住 对啊 我觉得为什么不做活了 是个火旗 觉得很奇怪 这样是火旗 是的 你点我可以脱了力 你走这我可以火 这样的话 应该还是 还是非常混乱的一盘旗 就这个地方 至少还能下吧 是是是 这个地方会形成一场 这个就是说 看不清的战斗 嗯 实际上这个白旗 搬了一个 走在 就黑旗走在这个搬 就感觉像是一个 被人家吃掉了 对脱离了 完全脱离主战场 是啊 嗯 然后他在搬这个 这个也有点 反正我不太 不太明白 他下的什么意思 他这个就是 阿法里 就是跟那个 李诗诗的第四局似的 就是当他形势不好的时候 他有点那个 就我们感觉 他是有点错乱了 那种感觉 就是他 就 就感觉那种精神上错乱 他下等了 那种感觉 这个就是完全 这个时候白旗呢 是经过判断的 他是 他长了一个 他长一个 他觉得这两个角 反正是剑合嘛 是的 你走那个 我就走这个 一人吃一边就是了 至于墓树 可能那边大一点 但是这个本身也巨大 主要是黑旗这个地方 是平白无故死掉的 没错 这一下等于是 整个损失的实在是太 太惨重了 是的 然后黑旗还要 进攻一下 看看这里怎么样 嗯 扳 踢掉 然后顶这个 这个我就觉得黑旗 是不是可以挣扎一下 比如说挖断 他觉得不太行吗 挖断 他应该是觉得不太行 嗯 挖 挖 挖只有打尺 这样吧 然后呢 这个结 我觉得可以跟他拼一下 如果你提结 我就先跳 对 打断的话 这个结白旗也很重啊 是 这形式已飞了 如果是人类下起 我觉得怎么也应该 这样的地上 他很冷静 还应该是这问题啊 这一吃就不行了 对啊 他在底下也来不及走啊 哎呀 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地方 他确实是应该要拼搏一下 对啊 觉得他特别冷静 他就跳回去了 嗯 然后白旗接上 白旗接上 他在断 这样呢 白旗下法就是比较清楚了 嗯 他是先 小剪一个 然后他挤了一下 然后这时候他考 这个考试期 我们说的是 考一下 白旗会不会做活 先断一下 但这个考试 有点简单 因为这 如果你破这个眼呢 他底下搬 再搬就是一个眼了 是 他搬这个的时候 不能脱线 搬这个 因为他可以很靠 他不是打吃的 对 这个地方很多起 我要注意 这个搬的时候 黑旗必须得拐 当然你说 我这个搬一个行不行 走这个 这个时候如果 白旗吃这个就完了 这个黑旗一打 再一步就死了 但是白旗这地方 有个手劲靠在这里 靠了他街上 我在街上 这明显是一个眼 对 是吧 就这样不行 这个旗呢 黑旗呢 这个地方算轻了 没有继续下了 他没有继续再考试 终于不想再考试了 是吧 查了一下 把这吃了吧 好像是 把这吃 这样 他白旗呢 也下得很冷静 他还这跳一个 他不着急吃那个 他就把这个跳了 他觉得把这吃干净了 然后呢 再搜刮一下 空就够了 你即使这样去后手活呢 你弯这个活 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变化 黑旗本身逃回去的木树 也不是特别大 是 他这个跳呢 就特别像那个人工智能的那种下 他就形式好了之后 下得特别稳健 对对对 这个是跟我们 跟我们这个 这个人类技术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地方 其实是很 很好算的 对 也不用 应该是明显是死的 对 但是他要下得非常厚实 嗯 啊 黑旗是飞的这个 对 黑旗飞了一个 后来 嗯 然后他搬一个 搬一下 黑旗团住了 团住 他反正后来呢 白旗抢到最后一个 把这个吃了 这旗呢 这黑旗空已经彻底不够了 而且差距很大 那整盘旗的内容 我们看出来 确实这个 AlphaGoZera 体现了他强大的实力 有很多的招法 我们都得 向他好好学习 虽然说我们目前 可能还不能够 完全理解他的招法 但是目前呢 我们还在 向他学习之中吧 慢慢的等到 我们理解了之后呢 可能他的招法 会在人类的对举当中 大量的出现 从这版级来看 是明显是 这个Alpha元更厉害一些 对 好 我们的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